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是不断的进行一个收一个阴线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k线的话逐渐是三连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了 可能会出现一个暴跌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一个四小级别的一个情况啊 是吧 四小级别的话它一直是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震荡 在一个31000到30000美金 到下方的一个28000多美金的位置进行增大 那么在这次是再次跌破这个支撑之后啊 那么很快就出现一波的一个反仇啊 跌破这个28500美金然后出现一波反仇 但是这一波反仇并没有去出现持续性的一个反弹了 我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继续去做空啊 是吧 那么我们在上方的一个29800三万美金的空头 还在继续去持有这个比特币的一个空头啊 是吧 那么这一波的话啊比特币和以太坊一起上一起空它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非常猛啊 是吧 看看到一切的一个机会的话就疯狂的进行一个中仓的一个情况是吧 目前的话游戒是盈利当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一个行情是吧 之前的一个行情它是在这个位置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线啊 是吧 这个位置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线是吧 这一波啊 但是它并没有去持续性去向上去突破上方的这条主力法 就向上向下跌破了 所以说这一波在这个位置做空下来的话 目前已经有一万多点的一个盈利空间了 是吧 那么在这样的位置之后啊 那么它这位置又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收窄 那么接下来它可能会去测试之前 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也就是两万七这一带啊 两万七到两万六这一带的一个水平 就去测试了这一两天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定风险可能会出现一个 30%啊 40%的一个回调啊 当然这样的回调的话并不多见了 是吧 如果有回调的话啊 那30%到40%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场机会 那么比特币也会跌到一万多美金是吧 如果跌到跌50%的话 对50%也是跌到一万四左右的一个水平 目前的话 一两天里面能够跌50%的话 我是见过几次啊 那么现在的话有点像之前的一个感觉啊 非常像啊这种感觉 就行了 目前的话 我们这个空头仍旧是在银翼当中的我 预计这一波的话 这一笔单子 可能能够实现 翻个一两倍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这一波直接是翻倍啊 这一波单子的话是重仓 重仓去空它的啊 3万多我们已经附近空它啊 那么这一波下来 目前的话已经有1000多点 再往下的话可能有两三千点 那么你开个5倍杠杆有50%的利润是吧 如果你拍个 10倍的杠杆也有 100%的一个利润空间是吧 也就翻倍的一个情况 拍个20倍杠杆 那么 可以翻两倍是吧 这样的一个行星的话 必然去做空啊 没有太大问题是吧 空它就行了啊 没有太大问题啊 大家去抓住些机会 如果你想跟上 使盘更精准的点位去跟上能源去做空的话 那么可以去点击下方的一个链接 在评论区下方就可以找到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找到之后咨询怎么加入我们的VIP使盘超度群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以太坊的话 我们也是说过了是吧 以太坊也是要跟随比特币进行联动 那么我们也是一直是空这个以太坊 是吧 那么之前它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那么就意识着它有一波比较深的一个跌幅 那么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那么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份力去空它是吧 2800多美金 2900的位置 目前的话跌到这个位置还不是真正的一个底部 真正的底部 那么现在的话它在这个 1740美金位置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啊 这个但是这个支撑一旦跌破的话 它又重回400 400美金 可能400到300美金 甚至80美金都有可能啊 是吧 跌到下方的一个位置 是吧 在这个位置震了一下啊 啪的就想去穿插到 下方比较深的一些位置啊 是吧 插到了四五百美金 都是有可能的 是吧 现在的行情的话 只需要来一帧 非常深的 插帧的话 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抄底机会 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抓得住 是吧 能演说多次剪掉了 穿越流松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当然你有前提 你有足够的一个基础 是吧 怎么去判断这个底部在哪里 是吧 好 如果大家有想跟上能演去抄底这一步这个行情 能够赚了翻倍在这一步行情当中 能够赚个10倍20倍的一个行情的话 大家可以去 一起来学习啊 那么一起去订阅能演的频道 每天去盯看啊 当我说要抄底的时候 那么你要准备子弹 是吧 你准备好足够的一个子弹之后进场 那么这一波 是吧 你人生就短短的 二三十年的青春 是吧 是吧 玩的时间 如果你不all in进去 你根本没有机会 明白我意思吗 要么一波说哈 要么全部发财 是吧 要么就 那么会说 要么工地打工 就那么简单啊 人生就那么简单 只需要一次机会就能实现财富自由 之前我也不敢赌博 是吧 但是我一说 我就说比特币 我他妈的我就干这个以太坊 是吧 在17年这一波直接说哈 那么这一波也是做能盘满铺嘛 是吧 当然 2024的话 我会在 我们的一个VIP社群里面挡你 一起说哈 好 我们今天内容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 明天再见 爱你必心 摸摸达 明天见